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愣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苗董愣言一千日 第378日 主题 贤恶跟识土 路道为宜 经文段落 我经白世尊 佛出娑婆界 此方真教体 清静在英文 欲取三摩题 时已文中录 离苦得解脱 良灾观世音 于环沙节中 录为成佛果 得大自在立 无畏施众生 妙音 观世音 范音 海潮音 旧式西安宁 出世 获长柱 经文 萧文 三摩题 又做三妹 三摩题 三摩地 意义为等待 镇定 定义 调指定 正心行处 即远离 昏城 调局 心专注 一静 一静 至精神 作用 梵音 即 大梵天王 所发之声 具有五种 清静之音 即 正直 和雅 清澈 深满 周片 远文 大梵天王 修习 残定 戒行 清静 心理 预览 不能 据此 五种 清静之音 海潮音 音 知大者 譬如海潮 一般 欲指佛菩萨 优美 之音声 迫指佛菩萨 之音话 经文段落 消文智齿 恭请建辉法师 慈悲 开示 各位全球云端 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 苗总论言 一千日 第三百七十八日 文殊菩萨 在这个 二十五元通 法门 分享完之后呢 得到佛陀的 指定 要文殊菩萨 来为 这二十五门 做一个分析 那这个二十五门呢 其实是没有差别的 因为每一个法门 都是最圆满的 但是佛陀希望 文殊菩萨 从这二十五门当中 来挑选 让阿难开悟 以及 让这个世界的众生 叫做此界 此界就是娑婆世界 这个众生呢 能够 最方便 最容易成就 所以这里呢 文殊菩萨 来分析的时候 他是依照着初心 的修行人 就是初心 初初发心 我们现在呢 都算是初发心 有的人说 我已经学佛学了 十年 二十年 那即使是这样子啊 我们在还没有 入三昧之前呢 都还是算是初心 我们的心呢 学佛学很久 但是啊 都没有跟佛法相应 始终呢 都是孩子 在散乱的状态 就不是 真正的一个 成就的境界 那我们要能够啊 修行 就是要有成就啊 最重要的就是 要选到一个 跟自己最相应 而且呢 最适合自己的修行 一修马上就入三昧 这样子的修行的方法 是最理想的 那有没有这种方法呢 这听起来好像有洁净啊 其实不是洁净 只是刚刚好 对了 如果你的方法对了 这佛法其实是很简单 佛法的简单呢 是在于 他是不讲外求 因为每一个人 都可以成佛 那有这么难吗 其实不是真正佛法很难哦 是因为你不知道 原来要成佛啊 或者是要像佛陀这样子 其实是不困难的 才会很慢很慢啊 修行修得很慢 很慢了之后呢 我就对自己成佛这件事情 失去了信心 失去信心 不打紧哦 佛法还是会存在 佛陀也还是不断的在说法 乃至于很多人修行成就了 也是不遑多让 但是呢 我们自己失去信心啊 对自己来讲 就是很大的损失 因为佛法是非常好的方法 而且是究竟解脱之法 结果我们对于自己成就 究竟解脱这件事情 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甚至于呢 就怀疑佛陀的教法 那他的真实性 那最后呢 是自己啊 放弃了自己成佛的机会 而不是佛陀少了我们一个弟子 少了一个崇拜者 那佛陀呢 好像很有损失 其实没有 佛陀呢 始终都还是如如不动 做着他该做的事情 那损失的是我们 我们自己啊 失去了信心之后 就怪罪 这佛法太难了 成道太难了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你不能够了解 自己适合什么 需要什么 所以速度就变得很慢 那文殊菩萨呢 来告诉我们啊 其实如果你真的找到一个 非常好的法门呢 而且是很适合自己的 这个根性啊 那你就速速的成佛了 在瞬间就会有很大的成就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文殊菩萨 为什么要来为大众分析 那最后呢 他当然是首推什么 首推现在的这个 他现在今天要讲的 他讲呢 世尊啊 我金白世尊 佛出娑婆界 佛陀是在这个娑婆世界成佛 就是现在的佛陀 我们所认识的佛陀 是娑婆世界的教主 释迦牟尼佛 那佛陀呢 在这个娑婆世界成道 那当然呢 要教适合这个世界的法门 那这个世界是什么 是最殊胜呢 此方真教体 清净在英文 这个娑婆世界的真实的教 真实的教法 它是从清净心而来的 那清净心是什么 清净心就是我们的本心 但是呢 在这个娑婆世界啊 清净心要透过哪一个根性 而能够让自己很快的领悟呢 哪一种根气呢 六根当中的哪一门呢 那此方真教体 清净在英文 就是透过文 文音声 透过音声的宣扬 入耳根 就是入文性 那这样子呢 是最容易的 所以呢 在这里做了一个开头 欲取三摩提 时以文中入 如果呢 要成就三摩提 三摩提 就是三摩提 就是三昧 那最实在的法门呢 就是文 叫做耳文 耳根圆通 这个文性啊 就是最容易相应的 那从文来入门 那这个是适合这个世界的教体 清净的教法 那被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能够相应自己的本心 那这个清净呢 要从哪里来入门呢 就是从文 那当然呢 这是文书菩萨就讲受推 那第一个就是要找这个 姑不论是谁 那你也不要管这二十五门里面呢 哪一个人 修什么 我们认不认识他 我们要从法上来分析 就是朔博世界的众生六根里面呢 耳根是最灵敏的 那从耳根入门呢 是能够得到最直截了当的受益 所以啊 这是第一先做这件事情 就是做这个法的分析 根性的分析 朔博世界的人的根性 是属于这个法门的 那接下来呢 就在讲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呢 也是很殊胜 观世音菩萨在朔博世界 他扮演一个非常殊胜的角色 因为他跟他有关系的都是因 都是声音 如果因闻而得托的话呢 那就是首推观世音 因为他有什么因呢 第一个离苦的解脱 量在观世音 就是观世音菩萨呢 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离苦 就是慈悲的力量 他的功德力就是可以拔苦 然后呢 得到最大的快乐 解脱 那这叫做慈跟悲 以这两个法门 以这两个功德力来讲呢 最殊胜的就是观世音菩萨 所以我们常常知道 哎呀这人很慈悲 好像观音哦 因为这个慈就是娱乐 最大的快乐就是解脱之乐 悲能够拔苦 那最重要的呢就是众生要拔除 真正的苦 离开苦的痛的这种境界 那这个里面呢 就是以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力是最殊胜 好再来呢 他虽然是自己有这种娱乐拔苦的能力 但是他还有一个很殊胜的力量 就是他可以布施给众生 无畏的功德 那大家呢都是趋之若鹜 如果呢 哪个地方亲近 就会往那个地方去 就是这趋吉避凶 趋之若鹜的这种习惯 但是这个说过世界的状态呢 这不是一般的人喜欢的 大部分呢 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人 每天就是叫苦连天 连我们自己啊 在修行也常常在那边啊 抱怨来 抱怨去 怨天尤人 明明这个人已经在修行了 你还是会需要忍耐他 甚至于呢 自己啊 也要常常忍耐自己 有很多很多的不适应 这个地方啊 真的是苦不堪言 你说 这个很自在吗 也不是很自在 但是有苦到像地狱吗 也没有那么苦 可是啊 一点点的苦啊 就让人家实在是受不了 那这种环境呢 大家都觉得受不了 通常呢 都会往亲近的地方去 但是呢 却有一位菩萨是相反的 哪里越苦啊 他就往哪里去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 于横沙节中呢 他都一直在做这件事 所以他自己所讲的 我从九远节来 就一直不断不断的 在说过世界 以及在这些苦难的世界当中呢 就是不断的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离苦得乐的这件事情 那菩萨呢 真的是非常的慈悲 所以于横沙节中 入围成佛国 得大自在力 无畏失众生 他在这个痛苦的环境当中呢 他却没有受到这些苦 而且反而呢 这是他的佛国 入围成佛国 他这里讲的不是他都跑到净土去 像现在极乐世界啊 这个观世音菩萨都住在那里 那里都很开心啊 都完全没有痛苦 没有哦 他是在这个娑婆世界 以及围成的 如围成般的这个娑婆世界 这样子的世界当中 充满的苦难的世界 结果呢 对观世音菩萨来讲 就像佛国净土一样 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呢 是大自在 他有大自在 所以他不受到这些苦 而且反而能够在这种苦难当中 无畏失于众生 就是众生陷入苦难啊 他在这个苦难当中 不知道怎么离苦 但是观世音菩萨呢 入了这个苦难 而可以能够把众生的苦啊 拔除 所以叫无畏 这远离畏惧 远离恐怖 让众生呢 得到大安慰 所以这是观世音菩萨很慈悲 但是他非常有功夫 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呢 他没有地狱之苦 也没有天堂之乐 没有苦跟乐的分别 所以在哪里呢 都像净土一样 所以这是第二个功德力 再来呢 那他怎么来度众生呢 他就用各式各样的音声 妙音 观世音 泛音 海潮音 就是有种种的音 这个音啊 是唯妙的 不可言喻的 再来呢 观世音 就是能够观察这个世间 哪里有音声 那什么音呢 就是苦难之声 求救之声 那至于这个世间的种种的心声啊 能够观察到这个世间之音啊 那再来呢 还有清净的泛音 这个大泛天王 这个泛世所有的声音就是清净的啊 还有海潮之音啊 什么海潮 不是每天去海边听法啊 或者是去听那个海潮 海浪的声音不是啊 这个海潮呢 指的就是啊 所有世间的音声就像海潮一样 一波又一波 一波又一波 那你听到的这些音声 是佛陀在说法呢 还是众生在诉苦呢 其实这都是一波又一波 一波又一波 那不管是如何啊 观世音菩萨就是在这个音声当中呢 能够旧事悉安宁 出事或常住 能够让众生呢 在世间啊得到安宁 那如果呢是有求于出事间之果的 修观世音菩萨的法门 也可以成就常住之果 所谓常住就是佛之果 那这是究竟之法 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力啊 真的是不可思议 他从啊可以说啊 从最底层啊 就是最痛苦的地方 到最快乐的地方 在世间以及在出世间 他都能够啊广为救度 所以这是首先呢 先讲到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那当然接下来呢 还是要进行理性的分析 所以我们明天呢 再来开始来针对 这个三个原则 来做一个分析 为什么耳根是最被推崇的 好今天到这个地方 我们看看这一组 有没有什么要分享 师父各位师兄 吉阳 我是华慧毕朱 上内颜金之后 到内颜金里面 师父有讲过说 我们是六根相通 那我是在这次的华慧 那个华盈金华慧 还真的感受到 因为那个华慧期间 那个传承师父 他送金送得很快 那时候我又很累 所以一直打瞌睡 他每次睡着之后 可是耳朵还是有 继续听到送金的声音 但是当 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就很快就找 就马上跟得上 而且看到那个送到哪里 像打瞌睡打了好几次 那都都有跟上进度 那我在想说 哇我的护瓦神对我真好 都会帮忙 那可是又想说 那是不是我对 这个华盈金的熟悉度很高 所以也找得很快 那后来又想到说 内颜金里面 师父说耳根 我们六根相通 那虽然我打瞌睡 睡着了 但是我的耳朵还是在听 还是有听到 那这个是不是 路流往水 有时候说我这个 这个华盈金 录到我耳朵里面 他就停在这边 我没有再被别的攀岩去了 所以就往锁 是不是这样说 所以请师父开始 我对这个很不了解 阿弥陀佛 这个打瞌睡呢 就不是路流往锁了 打瞌睡就是你的 那个昏尘 第六室昏尘的 那但是呢 因为我们还在诵经 所以其实啊 这表示诵经的时候 不是只有嘴巴在念 也不是只有眼睛在看 也不是只有 这个六根 眼耳鼻舌声 在修行 那当然呢 会有一个意识心在修行 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在诵经 知道自己在参加法会 那你也知道自己在打瞌睡 所以呢 不应该啊 就会醒过来 有一个意识心在用功 那昏尘的是那个意识心 但是呢 还有一个菩提心 也在法会的现场 你今天呢 会有一个因缘 来这个地方送这个华盐金 我们的心啊 跟佛陀的心是相应的 那在这个华盐法界当中呢 有一个不睡的这个心 那不睡的这个心呢 一直也都在发挥着功能 这就是我们一般呢 所说的这个善根啊 这善根呢 是本具的 就是雷生雷节以来呢 我们会有一个 跟佛法相应 跟佛陀相应的那个本心 那个本心呢 所产生的功德力 叫做善 善就是不贪 不撑不吃 那不贪不撑不吃了之后呢 你能够啊 对任何的人事物 都有这样子的功德力之后 它就会变成一种善业 这个善业 是透过善法的休息 而累积了这个善根 然后就有福德 那有了这个福德之后呢 也许我们经过很长的时间 你都没有再记得这件事 但是你的内心啊 会有这种吸引力 就是我们在这一生呢 有遇到一样的这种 亲近法的时候 你的内心啊 会出现一种 过去相似的一种惯性 所以有的人呢 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啊 或者是在诵经啊 他自己内心啊 会有一种感动 那乃至于呢 他会就感觉呢 自己很喜欢 很相应 那在这种环境当中呢 很殊胜 那有时候呢 是有意识的 有时候是没有意识的 就像有时候呢 我们说 这个自己的 有的人说 自己家里面的猫啊 自己在诵经的时候 那个猫啊 好像也在诵经 虽然他的意识 已经是昏沉 就是出生到的这个意识啊 没有那么的亲民 可是他的善根还在 那或者是呢 有的小baby啊 他在小时候啊 这个大人在照顾的时候 他会念经 他在旁边睡得可香呢 他也是一种善根 那这种善根呢 有时候是没有意识的 有时候是有意识的 但是他都是因为我们在 自己累生累结的修行当中呢 一直不断不断的熏修 养成的习惯 那当然呢 你说哎 我们为什么还会昏沉呢 那叫做业 的业障 有善根当然也会有一种业障 什么障 就是当我们要解脱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障碍 那个障碍呢 就让我们的这个善根 不得成就 所以啊 如果我们真的要修行的话 那也不要说 理所当然的呢 睡觉就睡觉 我就让他继续睡 反正呢 我的真心啊 都也有在听法就好了 当然呢 我们如果刻意的去对峙一下他 提醒一下自己 那慢慢的这个障碍啊 就会解脱 所以呢 他是不是入流往索呢 其实不管我们有没有心 在入流往索 我们的本心 本来就已经是在 清静的法界当中 只是为什么还要学这个入流 就是因为我们的攀原心啊 太强 所以我会一直以为 攀原心才是我的心 那这个攀原心的方向是错的 他是出流 那出流了之后 让我们自己受了很多的苦啊 其实我们很多的苦 都是自己去招来的 招来的这些苦之后 你又不知道要怎么解脱这个苦 就苦上又苦 用错误的方式 一直恶性循环 那佛陀呢 就教我们啊 要好好的保护自己 好好的爱惜自己 就是只要能够入流就对了 那所有的善法呢 要慢慢的去熏修 你才能够养成一种好的习惯 那既然呢 能够在诵经的时候 其实昏尘你还能够接得上 那表示什么 表示呢 你是常常都在诵经啊 就会有一种惯性 而且也非常的熟啊 所以才可以呢 一下子就找得到啊 那如果呢 能够再精进一点啊 再少一点昏尘呢 就是更殊胜的啊 所以啊 其实有很多人他就以为说 哎那我是不是一直在打瞌睡 这样子没有功德力 那我就干脆不要来好了啊 这样没什么效果 其实不是啊 是我们自己啊 要知道就是做一分得一分 修十分得十分 那虽然人是昏尘啊 很辛苦啊 那在这个诵经当中 我们就是慢慢的把自己的这种习惯 把它养成清醒的习惯啊 那不要因为呢 昏尘然后你就不修清醒的善法啊 我们在修禅定 其实是因为平常都是散乱的啊 平常也是昏尘的 所以透过修禅定养成一个好习惯 让自己常常清醒啊 那如果呢 我们能够养成清醒 其实就不会有昏尘的习气 但是因为现在呢 刚刚开始练习 所以呢 在修的时候 这个昏尘跟散乱的习气啊 就会先跑出来 其实不是因为你修行跑出来 是他本来就会跑出来 就像有一些老人家 你看他坐在那边没事 他也没念经哦 他也会打瞌睡 那与其这样子呢 不如就念一念打瞌睡 睡醒了再继续念 要不然你就发呆打瞌睡 然后醒过来又再继续发呆 就会很可惜 就没有智慧心 所以这是就回应一下碧珠的一种习惯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有这种毛病 送金啊 参加法会 哎呀奇怪 平常精神科好呢 尤其是一支箱跟一支箱之间呢 中间休息时间 哇大家可活跃 因为睡饱了 打坐的时候也是很容易这样子 打坐也是 哎一打坐呢 又看每个人都在点头啊 哎下坐怎么这么有精神 哎呀这原来啊 这叫做业障 那这业障呢 如果没有继续坚持 那还是业障 就是还是在障碍 那如果呢我们呢 就弃而不舍 一直不断的练习练习再练习 慢慢就越来越好 所以呢 必助在讲的这个事情是好久以前的事 我相信现在呢一定有改善 要不然呢 你不会现在还在这个地方呢 越送越熟悉 才这么长的时间以来呢 我们过去啊 从来没有这样子大量的寻修 现在呢经过这几年 很认真的在诵经啊 在跟着这种共修 乃至于苗董乐爷 每天每天就这样修 这种密度啊 其实会有很大的成就 乃至于我们这一生会有很大的进步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量变一定会造成质变 希望大家呢 要对自己有信心 好谢谢大家 谢谢必助的 这种事物我更有信心了